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的刘海里面 其实暗藏玄机 前置模组包括了红外镜头 泛光感应元件 声器等在内的八个感应组件 从这个角度再次审视 好像也能理解了七刘海的存在 其中的红外镜头 点针投影器和前置摄像头 是苹果执着保留大模组的根本原因 尽管iPhone15上全系都采用了长度更短的灵动岛 许多传感器都被重新排布设计 但这三兄弟还是屹立在岛屿的中央 iPhone对拍照一直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评测网站DXOMAR可以将iPhone15 Pro Max自拍效果的评分 列为了近两年的榜首 即使是去年的14 依然能在2023年的一众新机里 取得并列第二的优异成绩 iPhone的纸面数据一直都不是最好的那个 但所有的摄影测评的横向对比中总少不了苹果的影子 它的照片风格也并不是最讨喜的那个 但自然的成像效果在各大榜单上却颇有亮点 在这个线上互动愈发频繁的年代 自拍直播 视频通话 线上会议都需要前置镜头的参与 因此iPhone把前置摄影的权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红外镜头和点针投影器这对孪生兄弟 融合成了苹果生态的把关人Face ID 经常能听到苹果用户抱怨iPhone的续航和信号 但鲜有听门苹果安全性不好的传言 这得益于苹果在安全验证方面的深耕 早在2017年Face ID就加入了苹果生态 与此同时 iPhone还把自己引领起来的Touch ID彻底抛弃 人脸识别的安全性是指纹解锁不可逼拟的 3D结构光双摄的解锁过程展开将有些声色 我们只挑重点部分大概阐述 支付级别的面部解锁是对Face ID最大的夸奖 连艰苦都可以放心依托给的技术 当然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门槛 点针投影器就是其中的大工程 通过镜头将看不见的i2DOT投影到人脸上 再面部形成一个拥有3万点针组的三维模型 再用红外镜头扫描这个虚拟面罩 手机里的点针信息匹配 来确认解锁人是否没记住 面部信息的安全性 实际上比指纹方案高出了20倍 被相同的指纹解锁手机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 实在Face ID中 这个概率缩小到了百万分之一 经过面部识别多年的升级 用户可以再戴着口罩 眼镜 帽子是使用 但用假脸的照片 甚至1比1的脸部模型不能解锁 为了防止机主在睡觉时被他人 拿着手机强行解锁 Face ID还加入了注意力检测技术 只有当机主的注意力落在手机屏幕上时 iPhone才会判别为解锁的指令 上述的解锁过程才能进行 美观 全屏等特点在安全和影像的面前 都是可以妥协的项目 苹果的固执 在没有预见满美的屏下技术之前 会使得刘海和腰丸一直存在 不过苹果专利网上接连爆出了几项专利 好像又让远在天边的真全面屏 有了些许苗头 目前已经推出过屏下摄像头的小米 OPPO 三星等 虽然对这项技术有着不同的叫法 但实现镜头消失数的底层逻辑 大同小异 由于OLED发光材料不透光 所以想要做到既能看到屏幕 又能让镜头在屏幕下看到我们 有需要在前置镜头的区域 增加屏幕的透光性 不管是让像素之间的缝隙变大 还是扣掉部分像素 最重要的效果就是 不能顺利穿过缝隙 进入镜头 苹果也是用相同的原理设计屏下镜头 但比起先前的厂家 iPhone屏下镜头有两个原生难题需要面对 搭载FaceSite的iPhone 有更大的前置模组需要隐藏 更大的模组需要更大的偷光区 虹母9 Pro是目前市面上将屏下居和主屏区的分辨率差异 控制的比较好的机子 这段时间的体验里 我们在大部分的场景下都感受不到分辨率确实的突兀 但这也是建立在只有一颗摄像头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效果 针对这一点 苹果在专利中用集成家隐藏的方法 来尽可能地缩小对屏幕分辨率的影响 在代号为202、4007、7648的专利文件中 提及了一种明媒点针投影器和放光照明器集成的技术 放光照明器就是在上门提到的红外镜头 用来发射红外光帮助手机识别面容 判定用户是否支持屏幕 以确保只有用户本人才可以解锁屏幕 现在 苹果能将放光照明器和点针投影仪组合成单个紧凑的投影模块 让这对传感器的面积缩小到将近原来的一半 以此来减少对屏下区域的需求 另一份专利中的平面光播导 是上述集成技术的延伸 传统前置模组中的环金光传感 图像补获 手势识别和接近传感等模块 需要通过各种物理孔径发射 或接收不同光谱区域内的光辐射 这样才能完成相应的操作指令 以及对环境和使用者的感知 所以目前绝大部分全面屏手机 才会在屏幕上留一抹黑 不是喜欢 而是无奈 不过 平面光播导似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项技术可以利用手机显示屏上的平面光播导 来引导辐射穿过显示屏表面 而不干扰显示功能 把晦瑟深奥的专业词语去掉 有了它 大部分传感器除了摄像头 即使放在屏幕下面也不会影响使用 就和手机上的指纹解锁一个道理 理论上 苹果的这套组合拳缩小了前置模组的大小 也缩小了降低屏幕分辨率的面积 而让主屏幕妥协的 就只剩一个前置光学镜头了 所以 这张iPhone16的渲染图也不无道理 但要做到真全面 镜头是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模组上方的分辨率中究还是和主屏幕有区别 而苹果的第三满幅 专门为此而生 首先 通过像素特殊的W排列方式 增加透光率 减少演射现象 避免自拍出现光运和污化感 接着 该区域里的元件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 可以朝向或远离奇相邻像素的方向移动 以此来减轻像素去除区和全像素密度区之间的显示差别 只从专利文件的描述来看 苹果做到了物理意义上的可变分辨率 在翻阅专利文件时 我还发现了一个苹果的小心机 示意图中并没有给出屏下区域的具体位置式呢 而是把可能出现的位置依次例据 这个烟雾弹 不亚于每年新iPhone发布前 全网开启堆后置模组形状猜测的大狂欢 前苹果首席设计师Johnny F认为 无边永迟会是未来手机屏幕的一种形态 从三星Galaxy Note H到华为Mate 30 Pro 一直都在无意间贯穿着这一概念 但真正能够在视觉上达到无边的 就是那台被摆在展柜里的小米MIX Alpha 只是这台机器离量产 或者说离我们还是太远 这几份专利文件 算让我们看到全面屏iPhone的一点希望 只是把宁缺无烂贯穿到底的苹果 再找到完美屏幕的路上 烧满了几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于屏下镜头的iPhone还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